据媒体报道,宋仲基、宋慧桥梦幻CP宣告破产,两人证实已向法院申请离婚调解。 之后还没曝光,双宋虽是有共识离婚,然先上法院提出调解的是宋仲基,而专业人士分析先提出离婚调解的一方通常是受害者之多。 如今有电视台采访到当初独家报道双宋夫妻决裂的深信记者,他透露两人早已复合, 且爆料原先宋慧桥预计拍完男朋友就准备休养还孕,没想到后续发展却完全不似预期。